我来自大连 来日本二十多年 以前一直在东京 主要是从事贸易性的工作 四年前在这边开了 九十九里这个花园酒店 其实当时想的也没有太多 只是厌恶了在都市中的一种生活 同时其实有一些时候 人需要活明白 就是真正追求的是什么 我觉得人其实更多的追求 应该是生活 而不是资金钱 当然这个生活 需要一部分的一个物质的基础 想来想去其实还是什么 其实人无非三餐 睡觉也是一样 无非是一张床 所以说一个自然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对我个人 和对我的家人来讲都很重要 所以说在九十九里 我们开了这么一个酒店 其实初衷就是我们自己的喜欢的一种生活 非常感谢孙总 谢谢 今天能让我们来参观一下 已经这个酒店 非常荣幸 那我想问一下 您为什么选择来日本呢 首先就是日本离我们很近 第二 我高中的时候 也学过一段时间的日语 所以说对日本那时候有一定的了解 日语多少有一定的基础 所以说当时选择来日本留学 一直到现在 您是九八年来的日本 然后您觉得那时候来和现在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那时候相对来讲中国的经济 没有像现在这么蓬飞 没有像现在这么发展的这么好 那我们当时来的时候 可以说苦多一点 周围的对待外国人 包括现在中国现在很强大 所以针对中国人的这种感觉和当时是完全不一样 当然有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那时候淳朴 什么都不知道 就像刚才我跟你们说 吃饭的时候也是一样 不是说要吃多好 就是说来是能不能吃饱 所以说能不能吃饱和现在能不能吃好 我觉得是首先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您当时来也是自费来的吗 靠自己打工然后赚生活费和学费吗 是的 当年我们那时候出来的 其实很多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 勤工俭学 在日本这边打打工 可以把自己的学费 把自己的生活 这方面可以赚到这个钱 所以说那时候我们十个留学生里面可能九个 可能或者是十个都是那样 那时候大家的贫富差距还不是很大 我们那个年代来的大部分都是什么呢 然后您大学毕业 然后直接就创业了吗 还是在日本企业就职了一段时间呢 在大学毕业之后呢 也在一家公司就职 也是运气好 半年之后啊就是一家日企的一个中国的一个现地法人的一个总经理 对 但是呢那时候一个是年轻 再一个什么呢 喜欢追求一些东西啊 所以说呢还是选择自己创业 您一直就是以前做文具嘛 而且做得非常成功 那后来是什么契机让您就是又开辟了这个酒店这个业务呢 开辟酒店业务呢 出自于两个方面吧 第一呢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做了15年的这个钢笔啊 出血用具这方面的生意 我觉得啊 当然现在我们还蛮不错的销售的业绩也都是在提升 但是什么呢 想象一下10年15年之后钢笔的利用率会有多少 或者是20年之后随着这个数字化啊 就是这方面的这个发展啊 就是说在真正利用输血工具这方面会有多少 那我觉得呢可能会有一些危机感 那公司呢不是我一个人啊 有很多同事跟着我啊 有15年了 所以说呢需要什么呢 在从事一个相辅的这么一个行业 这是切记的一 切记的二呢 我认为所有的传统的行业 其实都是具强盛的行业 往往因为传统 所以说呢衣食住行是永远都需要 当然竞争也很激烈 当时这个酒店 为什么选择这个99里滨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个很偶然吧 因为本身我出生于大连海滨城市的孩子 非常喜欢海 对海呢有一种情怀 99里海滨呢是日本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海啊 太平洋 非常震撼 这里的海呢 比我们家乡的那个海看起来可能更加的 这个有一种破灵 因为它是冲浪的这么一个日本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啊 所以对海的一个情怀啊 第二呢呃也是偶然的一个缘分吧 正好呃之前有一家这个酒店啊呃呃要出售啊 所以说选择了在99里 呃这个我想问您您的酒店的最大的特色 您觉得是什么呢 这特色呢就是 我的喜好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会喜欢啊 再就是来到我们99里或者来到我们酒店啊 用日语来讲就是 Yokata啊 就是很好啊 呃一种自然的一种体验啊 呃 这可能是我们酒店的一个特点吧 如果是再给您一次机会的话 您还决定来日本吗 呃我觉得我会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这个国家还是蛮不错的啊 啊风土人情啊 包括在这里投资工作的一个环境啊 我觉得我个人来讲还是很很不错的 作为中国人呢我们呃 思乡啊 这个一定是有的 因为我们啊 从出生到长大啊 呃 中国永远是我们的家乡 因为我们在这边工作嘛 呃 那在有时间的情况下 我们也非常希望啊 也愿意啊 经常回去看一看啊 现在疫情期间嘛 回不去也是一种伤感孤独啊 啊 当然真的很希望偶尔能回去看一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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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